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种是虚拟主机 它上手容易价格低 一年不到300元的价格 集成了环境 是服务商安装和配置好的 我们不能修改 这种方案不在本课程讨论范围 第二种是本地电脑 这种本地环境主要用于网站测试 但这种本地电脑环境不是真正的外网环境 现在Wordpress主流主题越来越多的包含大量在线功能 比如Avada主题 它有在线注册验证功能 验证后在线安装插件 在线安装demo演示数据 这种本地环境的方案会经常出问题 本地环境的配置也不在课程讨论范围 第三种是VPS主机 或者是阿里云ECS 腾讯云 华为云之类的服务器 这种产品可以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选择不同价位的配置 性价比高 自己可以安装软件 创建多个网站 自由度很高 因为它默认不带环境软件 需要买家自己根据需要来安装和配置环境 我们的课程属于这一种方案 但是这种方案还有很多方式可以选择 以阿里云的ECS 服务器为例 第一种方式是购买了纸带系统的服务器 买家可以通过远程的方式登录到服务器的Linux系统 然后用命令行的方式安装和配置环境 因为没有图形管理界面 这种方式适合专业的技术人员 不适合小白 第二种情况 网上有很多LNMP或者是LAMP的一键安装包 这种方式和第一种方式类似 但是要简单些 这种安装包集成了NJX或者APA奇 MASC 数据库 PAP等软件 但是他们同样需要用命令行的方式来安装和配置 因为没有图形的界面 修改配置文件 或者是创建多个站点都需要用命令或者编辑 同样不适合小白用户 第三种方式适合小白 购买服务器时选择带面板的镜像系统 购买后服务器直接集成了面板软件 这个面板是一个第三方软件 它带了一个管理系统 有图形界面 通过浏览器管理 可以很方便的 安装NJX或者APA奇 MASC 数据库 PAP FTP 等软件 通过图形界面还可以创建多站点 修改配置 备份网站 切换 PAP 版本 监测 CPU 和内存的运行状况等等 几乎不用命令 像这种面板可以选择的范围也很多 宝塔 Linux 面板只是其中一个 宝塔也有 Windows 面板 Windows 面板不在本次课程讨论范围 如果是 WordPress 网站不推荐 Windows 系统 下面说是价格 宝塔 Linux 面板 软件 官方说是永久免费 那些环境软件也是免费开源的 比如 MyCircle, PHP, Apache, NJX 宝塔官方还提供面板的安装服务 是付费的 原价是178元起 促销价格是50元 这50元主要是面板的安装 跟环境软件的安装 操作宝塔 Linux 面板属于网站运维 方面的工作 网站的长期运行需要长期跟这个面板打交道 求人不如求己 自己学会了可以做常规的运营 遇到了难题再找专业人员解决 此外也可以帮助别人搭建网站环境 下面说说课程的内容 作为新手入门教程 我会从零开始演示 从购买阿里云ECS 服务器开始 选择集成宝塔 Linux 面板 付款 登录面板 设置防火墙 创建网站和数据库以及 FTP 安装 WordPress 和 Avada 主题 在线安装插件和演示数据 服务器内存的优化 网站备份 创建第二个网站 面板资深升级等等 具体请看一下教程的目录 但是呢 这个视频教程并不是宝塔的说明书 有没有讲到的 或者你遇到的问题 教程中没有讲的 还请咨询宝塔服务商 请求免费或者是付费的咨询 他们比我专业 下面说几个常见问题 第一 为什么要做这个教程 宝塔面板 自己有详细的说明书 都是文字的 网上也有很多关于宝塔的文章 但是没有比较详细的视频教程 我对这个宝塔面板 也感兴趣已久了 加上同学们的期待 所以这个宝塔面板的 入门教程就诞生了 第二 为什么有了官方的说明书 还要做视频教程 我之前用过一些 类似的Linux面板 比如主机宝 我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当我第一次 用宝塔Linux面板的时候 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有的问题是通过 宝塔的运维人员 帮助解决的 有的是通过宝塔论坛 还有一些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我估计有些新手同学 第一次用宝塔 同样会遇到这样 或者那样的问题 干脆我把自己遇到的问题 以及解决方案都录制下来 把经验分享给各位 第三 Linux面板和虚拟主机该怎么选 运行Wordpress网站 使用虚拟主机或者服务器搭配面板 目的是一样的 虚拟主机也有高配置版本 但是价格会贵一些 但是呢 这个服务器的价格会越来越便宜 加上我们自己可以配置环境 高度的自定义 再加上宝塔面板的加成 服务器加面板的这种组合 它的性价比会越来越高 如果不在乎钱 想省心的用户 可以选择虚拟主机 如果自己喜欢折腾 或者注重性价比 或者有更高的性能需求 可以用服务器 另外 这个虚拟主机只能运行一个网站 一个服务器可以放置运行多个网站 网站多了会导致服务器速度变慢 特别是对于CPU内存配置比较低的服务器 更要注意 简单的说 这个宝塔面板 类似于虚拟主机的控制面板 好了 课程介绍就聊这么多 我们下次课见